你們是不是會 他在這邊可能趴著或什麼 然後就會這樣子用他的 他喜歡 他會覺得 那...好了 剛剛有一個人說他有開車 阿公在窗戶旁邊 阿公你不遇到 阿公你不遇到 真的嗎 大家好 我是愛有極限化身季安 登登登登登 好久不見了 真的是想念大家 我跟你講喔 我今天真的很興奮 因為真的有一件大事即將發生 就是我邀請了寵物溝通師 我一直都想要知道 我的卡丞寶寶到底在想什麼 哈囉 跟大家打個家呼 我是卡丞 嘰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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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會有兩個姊姊來跟你講話 你要跟他們說你在想什麼 媽媽就知道好不好 對 然後我有準備幾個問題 然後我現在想說去問一下阿嬤 有沒有什麼想要問卡丞的一些問題 好可愛喔 阿嬤 真的有這麼興奮的 很興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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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外面還沒運動很方便 什麼 你自己也要吃 對阿嬤 我跟你講 這台真的很興奮 我真的要跟妳講 愛你怎麼有泰國人 學職律動機贊助 這支影片 讓阿嬤可以這樣 變運動 變跨電視 對不對阿嬤 很興奮的 很興奮的 很喜歡這台的 阿嬤已經完全愛上這台 因為他每分鐘可以達600下的垂直律動 而且呢 全身垂直律動是最簡單輕鬆安全的運動方式 由外而內 刺激身體 讓身體達到運動的效果 喔 嘿嘿嘿嘿 去 阿嬤 你膽膽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這樣的抖動法 它跟一般的左右擺動抖頭肌相比 比較不會有脊椎受傷的風情 尤其阿嬤是老人家 已經八十幾歲了 雖然還是要運動 但是相對我們而言 身體沒有那麼健壯 大動作可能會比較容易受傷 所以呢我就選這個 比較安全的運動方式 I know太空人垂直律動肌的律動頻率是 五道十三的賀讚 是唯一業界最溫柔且不傷人的喔 哇 裡面有很多管理 我現在給阿嬤妳是最小的 妳要比較快的看看嗎 對喔 什麼樣子 在裡面 我們只要這台藍牙搖通器 就可以自動控制這一台 而且能360度在哪都可以控制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只有一種新種頻率 三種自動模式 新高好了 快點來幫我 拉看看 快點喔 怎麼在幹什麼 阿嬤這台的 拉肺到九十肺都可以輸泳 對 很厲害 你看阿嬤真的老高了 你看阿嬤 阿嬤非常適合各種族群 像是鷹霸桌 長輩小孩上班 都可以用 它的機身高度只有14.5公分 所以阿嬤這樣子踩上來 就非常適合安全 它的面板是非常實感 也是那種 皮革腳踏墊 加上 三十二高防鏽金屬高精密的熟成 所以能做到 定服 定屏 安全 不管坐著啊站著都可以 不用擔心 因為它可以乘在150公斤 和乘上我們兩個人都沒有問題 再加上卡車 我們在上來的 它一般有在騙 哇 一般會穩 真的很讚阿嬤 阿嬤 阿嬤非常喜歡這一套 而且其實我覺得蠻棒的 然後很推薦給大家做使用 然後呢 我們就一起等待 寵物溝通師 那天的到來嗎 卡車寶寶 誰 你被想什麼 那我怎麼知道 有 它是二牌耶 它是二牌耶 你這二牌是二牌 你好乖喔 聰明 跟大家提到的寵物溝通師 已經來啦 跟大家介紹啊 這邊就是 那這邊第一個 我就想問說 他品嘗的最喜歡跟誰玩 然後做什麼 卡車他其實沒有特別 也喜歡某一個人 對 他喜歡做的事情是 當你們大家出去外面的時候 就是可以有小跑步的感覺 就陪他跑不是只是牽他三骨 因為他是喜歡 整個有跑起來的感覺 第二個就是 卡車很喜歡聽阿嬤講話 但是他跟我說 就是有時候阿嬤講話 其實我聽不太懂 可是聽阿嬤講話就很好玩 因為阿嬤自己就是 常常講一講 然後自己就大笑 然後我就覺得好好笑喔 他就跟著一起笑 他很喜歡跟阿嬤聊天喔 他為什麼平常很愛 又突然對阿嬤就是低紅 因為我以為阿嬤要跟我買 對於他們來說 興奮 有的時候也會發出低紅的聲音 可是他不是真的要熊 那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他平常比較常跟我在房間 躺在我旁邊 可是突然如果阿嬤突然間要跟他聊天 他會突然過去咬他 他覺得在你的房間是屬於女生他的 如果門是開著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那是大家都可以一起來找你 可是如果那時候門已經有一段時間 就沒有人經過 然後或是關起來 他覺得說那就是我跟媽媽應該要個人獨享的空間 怎麼可以有別人來侵入我們 他有一個畫面很好笑 就是他可能就是爬在那裡出來 然後媽進來 一個眼角魚光 他會嚇一跳 好 我覺得先兇一下 這個阿嬤 好吧 兇錯人了 他有一點急到 快速的先想 他很急 你覺得狗真的會被人影響嗎 會 他本來就是那個個性的人 我們覺得 什麼樣的人會養什麼樣的狗 但是什麼樣的狗狗也會選擇 和吸引什麼樣的豬人 好嗎 因為我覺得他某程度跟我蠻像的 他平常最討厭的事情是什麼 你們是不是會 他在這邊可能趴著或什麼 然後就會這樣子用他的肚子 對啊 他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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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覺得 那... 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摸背 摸大腿都可以 就是正中央的地方 對 很奇怪又很沒有安全感 可是他平常會自己腳開開的耶 你可以看 但不代表你可以摸 你們可能會怕會這樣 給他稍微夾一下肉不肉 NO NO 我不要 那還有別的嗎 除了這個 腳長是不是比較不會給男朋友 喔 確實 呦 那我要吹一吹 吻一下 很討厭 腳腳 或是指甲 然後不喜歡腳 肩毛被剪 我們講雖然是講NO 他都是 快快的 就是我覺得很奇怪 好酷喔 好酷喔 對 我在講你 好冷靜 知道可是他覺得他要當男生 為什麼他要這樣保護你們 怎麼講得好難喔 是他喜歡公的還是母的 他好像比較喜歡人 他沒有很喜歡貼的狗狗這樣 路上可能大家就算不如說 貴賓的形象的狗 他說那個是很香啊 不知道自己在嗨什麼啊 剛剛就跟他講說 你自己不是也是這樣嗎 他說不一樣 我是有目的的 我就是希望他們快樂 所以我也跟著很快樂 但他們不是不知道在挑什麼 看到狗也要很興奮 看到什麼都很興奮 到底在興奮什麼 有一點 有一點 那為什麼他那麼喜歡 在別人來的時候 那麼愛撲人 他說我用聞的去知道 他們到底想要做什麼 然後是不是善意的去 確認這些是說 我要聞的更仔細一點 所以他會希望從頭到尾 都聞清楚 嗯 那你會發現他從頭到尾 聞完之後 其實他喜歡的人 他就會去接觸 他不喜歡或是不想接觸的人 其實他就是完全不會去靠近 或者是對他是有防備性的 那我很好奇還有一點 就是他明明就說 他很愛出去 可是我每次帶他出去的時候 因為夾著尾巴又要衝回家 他給我看一個畫面 就是他有一次去 就是樹很像是被 回字形的 就種在中間 反正就是有幾棵樹 是這樣被狂起來 然後旁邊有比較矮的矮樹 然後中間會有人走來走去 很像公園的地方 好怕 好可怕喔 怎樣 然後他就說有一次他在那邊 不是你帶他 他就覺得很開心玩玩 然後結果有人是對他很兇 兇到就是有要 踹他 還有嚇到 所以他覺得他不能出去太久 雖然他很喜歡在外面 太久可能那個人會出現了 我會喊 我要回家 因為你們對他來說很重要 等一下那個人出來了怎麼辦 會不會連你們都被兇 對啊 他比較大部分在擔心 你們 你有看到是誰帶他去嗎 年紀比較長 對那是男生 他被發生這一次 他轉頭去看的時候 那天在兩天 然後他就是那一次被嚇到 好可憐喔 對 那他會想要有兄弟姐妹嗎 如果我想要如果天在養一隻貓 他可以接受嗎 貓是什麼生 我剛剛喘了一個貓的時候 給你看看就是這個樣子 他就說喔我知道那個 會躲起來的 然後跑得很快的 我可以玩 然後我說不行 他跟你玩一咬就扁掉了 喔 不能玩嗎 謝謝 他會很兇 會抓你 蛤 不能玩嗎 對我真的想 我自己擋過你 可能後來跟你說他還是講一句 所以不能玩 我想說看他可以接受 如果我在養一隻狗咧 那阿嬤還會這樣看我講 他先確認你們家每個人對他 對啊他就一樣 會覺得他會稍有半 還是不用 因為我看他覺得蠻無聊 他說阿嬤都在家啊 其實阿嬤沒有帶我出去跑跑 喔真的咧 有時候我很想出去 他養很大 欸那他覺得我是姐姐還是媽媽 你是媽媽他們是姐姐 那他什麼想要對媽媽說的話 他說媽媽雖然你都會用角角 在我的臉上給我聞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你的 然後我喜歡睡覺的時候可以靠自己 有你的味道 你很嗆欸 有時候我很擔心你 你說什麼 你從來學嗆語 我說但是可以不要弄我的角角 我真的很不喜歡被弄角角 但是為了你我在忍耐 也不喜歡被夾肚子肉的感覺 可是我還是在忍耐 不會的黏人黏很多欸 你有沒有帶他去過海邊的地方 因為我看到的是很多的水的波紋 他說其實在哪裡是蠻快樂 只有我跟你 他喜歡你眼中只有他的感覺 他有什麼想要跟阿嬤說的 我發現他只能跟一個人講話 因為他太著急了 什麼意思 我們兩個人同時讀他 他喜歡跟你 這樣子 對 好可愛喔 他是很一樣 抱很近的感覺 不能太近 不好意思 因為我平常抱他就是抱得很 然後他就這樣 背後就吸不到氣 喔 他很喜歡阿嬤到哪了 就會想跟去看阿嬤在做什麼 阿嬤對比他好吃 有吃過雞肉 應該是吧 白色的肉 他說這個平常他吃完 家裡很常都只有他跟阿嬤 那他覺得阿嬤是狗還是人 是人 是人 那他有把阿嬤當作主人嗎 反正他覺得他是他的同輩 覺得就是家裡的人都是家人 年齡他都覺得是這樣 媽媽就是稱呼 他真的沒有愛的看到嗎 他說 他說因為你都說 可是媽媽 如果放在人類的世界 真是喜歡去偷柴人家西瓜 就有夠皮的阿 他就愛人阿 他自己看著表情 因為我們有一隻貓呢 這邊也想要詢問一下 欸等一下 我要放什麼好笑 什麼 我說 我要送一下 哈哈 我要送一下 他在旁邊是寫 這樣好small 謝謝 我們先確認聯盜的資訊 因為要確認是不是聯盜對他 讓我眼神 你是對的人 我先看到一個白色的桌子 因為我要先跟他 因為有可能你們家附近有其他隻羽羊到的貓 我們會連錯 白色的桌子是在上海 但是在台灣不是白色桌 現在的家 現在都不是家 真的喔 這是我現在暫時住的地方 有一塊地毯是放在那個落地窗前面一點 它在你不在家的時候 它會在哪裡曬太陽 真的耶 這樣的意思是確認我們要連結對人 是嗎 對 所以你現在想不懂 你現在要連結到Snow了 對 好酷喔 為什麼我不知道 你不喜歡我們 還不錯 但是它的原文是 好啦 行啦 就是大概是長這樣 說你老師會逼迫他 做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 要他站起來 然後呢 他是一隻來自美國的外國貓 或是拿他的手這樣 他不是很喜歡 但是比起別人 還行啦 那有什麼話想說嗎 你很常會有他的味道 他不喜歡你 你有我就好 你想要幹 所以他不想要其他東西 我先跟你說 可是我有一隻狗 他會不喜歡他嗎 你也不會有那隻狗 在幹比較多 我覺得貓咪心氣很重 其實他還好耶 真的嗎 剛剛有一個人說 他有看說 阿公在窗戶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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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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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打開 他他的把他打開 我不是有養一隻狗狗跟貓貓嗎 然後問他們說哪一個是老大 那是小弟 就是貓咪是老大 狗狗是小狗 貓咪覺得狗狗很漂亮 他沒辦法只能接受和保護 他有保護 沒辦法因為他太狗 我覺得很棒耶 快讓我大開眼界了 謝謝老師 很好玩 很好玩 好那我們今天的問題就差不多 問到這邊 那很謝謝 YUNI 依娜 然後呢 如果大家也想要寵物工作室的話 可以再去找他們 歡迎到IG搜尋 洛米娜爾 或者是FD搜尋洛米娜爾 都可以找到我們喔 然後洛米娜爾心理魔法學院 是一個綜合非常多種不同元素的 生心靈魔法學院 嗯 那今天非常開心 有機會可以來接阿倫的頻道 分享寵物溝通的部分 那如果有喜歡生心靈的人 也歡迎去我們的平台看看 下面資訊欄會放連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進去看喔 做完寵物公司的時候 就知道寶貝卡車也在想想吧 然後媽咪就知道怎麼對待你的 絕對不會再摸你的嘟嘟 摸你的腳掌 然後你只會這樣子用在這裡 坐在這個 I know 太空輪池式律動機 真的太舒服 然後我這樣坐著 加這個靠墊就這樣 躺在上面邊看電視邊運動 真的太舒服了 然後呢就這樣 不知不覺可以運動到全身耶 別忘記點開資訊欄 裡面呢有很多 詳細的優惠資訊喔 大家一定要點開來看一下 1月28號到6月21號 MOMO 高霍王 這一台呢 下山16800塊 加碼真的限量超值好禮集課程喔 而且呢這個限定的沙漠玫瑰粉 就限量500台 真的是要買要快 不然呢就沒了 那不知道大家透過這支影片 有沒有對你要接卡車寶寶啊 今天朋友的話別記得分享按讚加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